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怎么说 怎么说 王宝不骂我 王宝为什么骂我啊 王宝为什么骂我 王宝平他骂我呀 他自己发言站错边骂得着我吗 我读的他 王宝不是不是疯了 王宝不是不是疯了 他以为我机械女巫 猜逼 王成龙 你妈 太猜了 王宝不 王宝不看我死了 才发现我是女巫 猜逼王宝不带他妈猜了 王成龙 哎呦 哎呦 笑死我了 哈哈 哎呦 王成龙这么逗吗 太有趣了 王成龙 你妈的 不行呢 这个逼这个老子道歉 我在王成龙眼里挺像机械女巫的 是吧 我在王成龙眼里应该挺像机械女巫的 这个逼 老子从井上开始揍他 这个逼难受死了 这个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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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逼已经难受的不行了 哎呀 纯废游 王成龙 纯废游 哎呀 谢谢 谢谢悠悠 谢谢悠悠的抖音飞艇啊 谢谢悠悠的抖音飞艇啊 这个话就不见了 悠悠 谢谢悠悠的抖音飞艇 我不用去读舞 因为 因为KS已经翻译了我的发言 你们能理解吗 因为 因为有KS 在 那么我就不用去读舞 因为KS已经翻译了我井下的发言 KS翻译我的发言其实没什么问题 我井下就是打 打那个 哎呦 谢谢楚楚的抖音号 谢谢 谢谢楚楚的那个江建华 谢谢 感谢楚楚的江建华 能懂吗 就是 因为KS 我发言KS 就给大家翻译了 KS觉得 KS说我觉得五不好 觉得五 说我觉得五是狼 觉得 那个八九是狼 但我保了十 我为什么要保十的原因 是因为我要藏身份 因为我第一天饮水是一 我第一天救的是一号 是不是逗逗 我救的是一号 那么 我就要井上去站边二 说一是狼 我就把我女巫身份藏到了 然后 我 我呢 要保一张我认为的狼人牌 那么他们就不太敢砍我了 因为我有可能是大哥 我玩机械狼的时候 我会保一个狼是好人 我玩女巫的时候也会保一个狼是好人 而且我为什么不能读五 原因是我保了十 如果我当夜不把十毒了 他们万一万一啊砍我 我死了之后 十号不就永生了吗 因为他们会有坐标的 他们会认为这外 一张女巫牌死在夜里 他保了十号 十号就是 十号就是好人 嗯 王宝宝骂我 那肯定是王宝宝的问题啊 对不对啊 我王成龙 王成龙现在第三版难受死了 我每天 我每天拿个好人 我就说王宝宝机械 机械平民 这个逼烦死我了 王成龙已经烦死我了 而且 而且最要命的是王成龙 他不知道我是好人还是狼人 他不知道 我就他妈说的是机械平民 这个逼 这个逼 狠气 这个逼巨生气 逗逗你去一边去好不好 逗逗你去一边去 你下去 如果王宝宝一旦 说我是狼 我就说王宝宝 我说你机械平民 是帮你藏身份 王宝宝一会儿一会儿说 哎呀我跳不跳身份 我跳不跳身份 那不是一定有身份 那活该被赌 王成龙会不会玩游戏 王宝宝他妈的 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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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哟 哟哟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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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让我那个让我闻名PK不要低俗发言 嗯怎么说看最后一把了吗 我强不强 看了看了看了 看了看了看了 哎你知道我是什么 我觉得你是不是最后一把 我觉得我觉得你应该能听出来耿雪儿 然后呢你晚上看了半天耿雪儿那边 我就觉得你应该呃是不是又 那个纠结了一下 对啊我在想我是读五还是读十 但我想想还是得把十读 因为我保错十了你知道吧 我保十了 我保十了 但是我但是我觉得十是狼 我保的我故意保的十是狼 是吗 对呀 嗯 哎其实其实我我刚开始觉得嘴大那操作还挺帅的啊 嘴大今天还可以 说实话嘴大今天还可以 嗯 今天嘴大发挥真不错 真还行 就是要如果我是狼 我会认为一号是我的双肢大哥 对呀 牛肉干就是认为一号是双肢大哥 所以他那个位置只能硬着头皮跳 对吧 嗯 然后没想到嘴大退水了 嘴大退水了 而且而且我肯定要认嘴大是好人 并且我认为一是狼 这样我只要 哎呦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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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这个陪我也管不了 我不是就是也也陪不住我 我这难受 洗澡了 洗澡了 我走我走了还把还把那个狗给给安排洗澡了 我说我说跟你一块睡觉不能臭着呀 你神经的 谁能懂呀 我这天天的这夜里的思念怎么怎么办呀 假样啊呀 你们快回来吧 你们玩几天呀 他们他们想赶快就回去了 为什么想回来了 杭州不好 就是就是那个 就是那个在在在家里 没有在家里舒服 但是我觉得他们可能现在习惯了 今天主要是把孩子饿着了 又又和饿着了 饿着了好呀 锻炼锻炼 别听见了 这边不是我和丸子住吗 然后还有一间屋子 三居吗 然后那间屋子没有没有床 那不是有床但没有被子 呦 然后我今天就去买被子去了 哦 然后我就去逛被子 然后正好那点有一个那个打折 背着枕头 因为杭州冷 那肯定的 然后我就说给孩子买个什么牙膏啊 然后买个拖鞋啊 以后难免会过来吗 哎对对对对 经常得过去 以后孩子得经常去呢 你这想的周到夹夹夹 真棒 要不说得当妈的细心呢 还是得当妈的会照顾孩子 嗯 那不行 你们老去的话 我真的会孤独的 别老去啊 嗯 偶尔去几次就行 别老去 来吧来吧 那个我一会儿要睡觉了 你说说明天带什么吧 我们还是 听听樱桃不见明天带什么 那支持一下樱桃不见明天 早上11点的带货 这个东西支持 我觉得支持是一方面 爱护自己是最重要的一方面 嗯 你知道为什么女生要比男生老得快吗 不知道 因为女生有姨妈妻 然后还生孩子 所以女生胶原蛋白的流失会很快 那太快了 嗯 所以没发现现在有很多医美 都是有打胶原蛋白呀 打波尿酸呀 但是有很多人打完了就很僵 嗯 嗯 但是这种东西 为什么要甜呢 就是让脸饱满 因为年轻18岁的女孩脸就是饱满的 就是骨的 你也挺饱满的 哦 你也挺饱满的 因为我20多岁就开始喝了 哦 这样 嗯 然后你要30多岁的时候 你要再去甜的跟18岁那样 那必定是会假的 嗯 所以我们就能保证的就是 在你流失的时候 我们补充的不能补充的特别到位 但是也不能让他特别变 就不能做腮 对对对对对 因为有很多人就这样 越老越做腮了 嗯 所以明天就是女性的一个大概就一个专长 男生女生我觉得都很喝 因为它是一个美颜的一个单品 中焦烟蛋白是不是 哦对焦烟蛋白 而且明天的厂的价格特别好 而且很多焦烟蛋白不能瞎买你知道为什么吗 不知道 因为容易瞎喝喝不好的牌子容易长东西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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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一定要长 为什么一定要 一定要喝 你得居住的板 对 你知道我给你 我给你简单说一下这款产品怎么好吗 你得说说 你得说说 嗯 喝5天喝10天肯定没有效果 就如果你要喝几天就不要买了 如果你打算一直喝 嗯 你就来买 哎就是这样的 我这个人不搞虚的 就如果你只是说 哎我就喝一天两天 喝个半个月十天的 那你就不要买 嗯 嗯 这个东西 我觉得贵妇姐姐要买 然后我们普通的女孩 20多岁的女孩 对容颜有要求的女孩 也一定要买 嗯 嗯 比喝奶茶太好太多了 嗯 对 这款我再跟你说一下 这款它是什么 它就是胶原蛋白胎 是能给我们补充 补充 胶原蛋白的 补胶原蛋白的 但是我们做医美的时候 往往脸上补胶原蛋白了 但是你有没有发现 我们的手慢慢慢慢也没肉了 就缩了 哎呦 缩了 皮包骨头了 你发现了没有 发现 18岁我的手是什么样的 我现在30岁的手 是不是有一些变化 那可变大样了 我那个时候变大样了 但是胶原蛋白 它是全身吸收的 嗯 就是它喝进去 它是全身吸收 嗯 所以这种东西 我建议大家还是 如果有能力 或者有这方面需求的 一定要去码 一定要去喝 嗯 一个是抗糖 一个就是胶原蛋白 嗯 没事 小Y掉了1000多人 我觉得一会他聊起来 他还会再回来的 但是 有你们补充胶原蛋白重要 我直播间就掉到100个人 也没有你们补充胶原蛋白 嗯 嗯 不懂哎呀 尤其是直播间的女生朋友们 你们这胶原蛋白 你能补补吧 哎呀 对因为带势是没有这个场 我觉得 我我原来 我原来特别纠结 就是我在说这些品的时候 或者我带货这些品的时候 我觉得 啊 他可能会掉人 但是我 我不能因为掉人而不去 为 因为那1000人 会放弃这个几千人 你说假的 我跟你讲一道理 掉点人好 嗯 咱也不是说那什么 嗯 有赛后有很多 就是大人赛的观众 想来听我复盘 嗯 但是呢 他们 啊 对 就是我跟你聊完之后呢 还能在我这边留下的 那就属于精神来赛的 我的粉丝了 你能懂吗 就是我赛后之后 是有一部分观众 和一部分粉丝 嗯 然后我跟你连外卖呢 观众就都可能就走了 但是粉丝还在 正好我跟你连外卖之后 我可以跟粉丝聊聊天 我每周啊 能跟粉丝聊天的机会不多 因为 因为直播间里 比如说有很多 那个狼人杀的观众 他们就会问 比如囚徒来不来啊 帮主来不来啊 这局谁菜啊 谁对啊 就是弹幕刷的很多呢 我也不是说他们不好 我只是觉得 想找时间跟粉丝聊聊天 你咱俩这么聊完之后 还能在直播间里面待着的 都算是粉丝了 粉丝的话 我还能跟他们聊聊别的事 为什么我 我其实大家都知道 歪哥的场 我一直 就这一次 我一直在做主播 嗯 其实我就希望 我们不是因为为了卖而卖 就是因为真正自己在吃 然后觉得女性应该 要吃起来了 要用起来了 或者希望大家 总比做医美好吧 就是真的是这样 安全 而且确实是 我们女生需要这些东西 医美太贵了 医美要很有失败的经验 就是很失败的那个风险 对同本还高 对 对 嗯 行 嗯 嗯 没吧 那你胶原蛋白 没了之后 明天再聊到别的 明天还有什么东西 值得大家买呀 明天 明天大概就是胶原蛋白 鱼油啊 还有霞青素啊 还有一个apple tree啊 就那个 呃 阳太素啊 这些其实就增加 我们的抵抗力的 明天就是 霞青 但是明天应该是一个 应该主推的就是 胶原蛋白 因为胶原蛋白 这个东西 呃 十年上现在 很有需求 需求量很大 对 嗯 确实是 其实大家知道 我的直播间的 官场官人数不多 但是 我每一场 外哥都知道 我卖的很多 其实 我觉得 第一是 大家支持 然后第二 我觉得 就是我卖的品 是很多 受大家所认可 所欢迎的 就像上回 我在直播间 卖的冰美式 很多人买了 回去刚才 我看弹幕就说 说回去用了 就感觉特好 可能刚开始 你觉得那一片 是适用 但是那一片 后来你就变成 一个惊喜了 嗯 嗯 对 然后他们多 然后很多 还有弹幕说 让我去带衣美 但我 我真的 我自己不做衣美 所以我没有 这方面的经验 我没有经验 我就不可能带 我可能永远都不会带 对 这个就是我 嗯 行 那你去聊天吧 嗯 然后 然后那个 你周日呢 周日是卖什么 周日卖的就是 美容仪了 就是集蒙了 男生女生都可以去买的 嗯 但明天我 我建议 就是男生 如果也喝酵氧蛋白 我觉得是一个 对生活品质 很高的嘛 因为赵蛋白 女性要比男性 流失的快的 多的多 嗯 那还行 行 那我去跟大家聊聊天吧 嗯 好吧 拜拜 拜拜啊 明天 他应该是明天吧 明天 11点 带火 然后 10 6 6 他明天是上午11点就带火 然后 6 周六好像是 什么时候你们再听他聊聊就行 王宝宝说过啥 呀 王宝宝有什么可说过的 王宝宝你妈太菜了 现在玩个猎人 你妈边都站不对 还得是 最后妈我投酒 哎 我太强了 太强了 真的 等等 两个勾把脸 连什么脸 没有什么可怜 王宝宝太菜了 王宝宝玩个 他妈猎人身份都藏不住 你警察到时候跳 猎人他也不跳 这盘狼人 更许不倒钩 不是那个一号就出局了吗 玩个猎人也不 也不跳身份 然后还被人毒了 反正我觉得 反正我个人是觉得 今天 KS那波发言 我在我心中 KS现在重回 竞争达尔赛第二 反正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想 反正我自己认为 今天我出局之后 KS那波发言 我觉得比王宝不强 我觉得现在 那个今天之后 竞争达尔赛第二 又 又 一主了 我跟你说吧 这东西不好说 我觉得KS今天还行 咱好好说 不可以是上一季冠军 你们看吧 这东西都不好说 你说和你们是什么 谢谢随风而至的 真的爱你 随风而至的 真的爱你 怎么说 谢谢花小的宝质 是不是 我觉得是这样 我觉得是这样 我变第三 那很难吧 我很难变第三 我 我感觉 很难变第三 那不是第二都很难 读武 想过读武 肯定先读十 因为我保了十 因为我保了十之后 我再去读十 不是 因为我保了十 我不读十的话 他们就会坐标打法 认为我 我就会认为陈明俊 一定是好人 那就这东西没法弄 而且我跟你们说了 这盘我读了十 因为是这样 景下发言 我发言之后 KS作为一张好人 他已经翻译了我的发言 KS说 这盘的狼人 说七号 说这盘的狼人 是八九和五号 他说五号不站边 他KS翻译出来 他认为八九五号 十号是一个站错边的好人 这是KS的输出 所以我只要把另外那个十号 堵走之后 KS留在场上 八九和五都能被KS出了 全场只要能认下KS好人 就可以了 一号如果输局 我跟你说 这盘很简单 一号出局 五号就给我吃刀 懂吗 这盘如果一号出局 如果一号玩家 在五号头九 且一号出局的情况下 这盘吃刀的就是五号 我直接认机械狼可以 我都想过 我就把10读了 我不管是怎么样 我不管是一号出不出去 我都会读10的 就是一号出去 我也会读10 九号出去 我也会读10 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懂 跟王宝宝没什么关系吧 有KS在呢 不是这盘你们要说是王宝宝C 我就不认同 这盘一定是KSC了 对吧 这盘C的人是KS 肯定不是王宝宝呀 对吧 这个你们能认吗 跟王宝宝C有啥关系 什么意思 这盘你们说是王宝宝尸体C了 你们是人呐 这盘他妈KS发言 这盘KS发言 你们说是王宝宝尸体C了 我操 那我就要为陈斌说说话了 这盘KS盘出那个逻辑 更选铁出局 你们认为王宝宝C的原因 只有可能是因为 一号人家恰巧验到12号了 但是陈斌说那个东西 一定是铁逻辑了呀 因为很简单 双刀狼 不会留着一号通灵师 所以 场上的机械狼 很有可能为机械女巫 这个东西KS盘出来之后 不管12号验是不是恋人 就一定是机械女巫呀 天哪 还有人说 还有人说KS不C的 我这妈 服了 我KS陈斌这把再不C 陈斌这盘再不C 我看看陈斌直播间 847人 王成龙直播间 我看一下 王成龙 王宝宝直播间 3000多万 没有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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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看老潘京多少 老潘京多少 嘿 60多人 没有天理 我们冰冰这把血 C 没有人夸冰冰 愣在我直播间 说是王成龙尸体 C了 我操 天哪 你们懂不懂狼人杀 你们懂不懂狼人杀 真正懂狼人杀 一定说7号C了 7号 你妈警下点了 7号一张女巫牌 独了一张10号狼人牌 点了 895 我的天哪 我警下就把机械狼 点在台面上了 我天哪 还说什么 还有人说什么 王成龙尸体C了 陈斌C了 你们会不会玩狼人杀 一个个 我的天哪 你们懂不懂 什么叫狼人杀 懂不懂 冰冰收了礼物 更他妈没有天理 我都没有礼物 怎么最C的人没有礼物 我的天哪 只有楚楚送了一个嘉年华 我的天哪 难受难受难受 下播了下播了 快点下播 我得今天得快点下播 我得卸妆去了 我的卸妆 我现在把把C 我现在把把C 我告诉你 我现在给他们玩的一个一个全明白 我第二把 我一个小龟狼枪 要不然老子出局了 我太融入现在的大市赛了 我现在不跟他们拧着干了 谢谢妹的万强英华 我现在顺着他们玩 我知道我要出 我以前的脾气就是 我就归王成龙 我要出就喷你们了 但我现在变了 我为了观众 我就不能这么着 我就 我就 哄着他们玩 他们投我 我就想办法让狼帮我投票 我太厉害了 嗯 哎呦 谢谢许 谢谢许许如生的那个抖音号啊 感谢感谢 谢谢许许如生的抖音号 天哪 谢谢许许如生 谢谢妹的五个万强英华 我得快点去卸妆了 赶紧下播了啊 大家 大家也都早点休息吧 然后明天樱桃布丁 明天 明天樱桃布丁 早上实验就要带货啊 然后希望大家能够支持支持 谢谢左翔太郎的外向烟花 我写一下小礼物 我就溜了啊 我让我感谢一下 楚楚和许许如生 谢谢妹 谢谢随风的日 谢谢花小 谢谢兔兔 谢谢左翔太郎 谢谢哭藤老叔 谢谢索索 谢谢靴得漂亮 好了 我溜了 拜拜 大家拜拜 大家可以去 如果明天想买 那个滋补的东西 可以去樱桃布丁直播间 听一听他讲讲 樱桃布丁现在 代货越来越专业了 这算是我的榜样 但是我不知道樱桃布丁 那个下周还带不带 其实我们下周 下周大家还有想买车离子的 和那个水果的 因为大家之前跟我说过 说那个车离子扛不到春节 所以我们可能下周 再补补一场食品的 可能可能那个假药会补 就是1号或者2月1号 或者2月3号的时候 可能会再重新带一下水果 大家还有药的 我不知道有没有 因为那个 因为现在买那个车离子药太早了 客服不能改时间 所以我们就可能 2月初会加加加加这么一场两场 你们要是有的话 你们也可以去跟樱桃布丁说一下 就说说 问问他什么还能带车离子 但是我跟樱桃布丁以后 卖的车离子是最便宜 我现在能说最 因为那个车离子真的便宜很多 这个头特别大 反正我跟樱桃布丁如果2月初能卖的话 大家就来买 因为2月初买的话正好顺风不停 正好春节到你家 我去卸妆去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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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如果有需求 你们可以跟樱桃布丁问问他 问他还卖卖车离子 拜拜